好了,回到第二節的三普論程 繼續講美國2012年總統大選的第一場電視辯論 上一節簡單介紹了它的來龍去脈 這一節我都上一節講過了 講到由於總統拜登表現不好 民主黨裏面有人質疑是不是仍然要提名他 代表民主黨參加11月的總統大選 譬如特朗普的競選廣告都說 你選拜登即是選卡里斯副總統 因為拜登會和他繼續搭檔去選2024年的總統 第47任總統 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 就是說拜登可能連事已高 如果他一旦當選做做下 L了的話呢 那副總統就繼位了 不需要再選的 副總統即刻就成為了總統的職位 OK?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冷手撿個熱箭堆的就是這一位極左派 卡馬拉哈里斯 面對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會這樣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但前提就是拜登先當選 如果拜登當選不到的 後面什麼都不用說 OK? 現在看來機會很微 那好了 無論怎樣都好 機會依然在這裏 因為呢 世界上一樣東西 即是2020年會翻版的 拜登曲線會翻版的 你要了解一下 美國的選舉制度是多麼不堪 我都說了 這個選舉制度最公平 看台灣就知道了 OK? 實體投票 即時唱票 要有photo ID 不可以一人拿兩票 OK? 也都是呢 你沒有這樣的國民身份 不可以去投票 不可能說通訊投票 變成一個慣例 常例 那些只是給那些呢 譬如當兵的 入策的人的 這些有可能呢 通訊投票 人數非常少 公正性可控 這個情況才可以的 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呢 基本上好像美國這樣搞法 很多人害怕 什麼都由低投票 有些美國朋友就說 不是的 美國行之以久的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 我再說一次 當兵 入策的人 這些是例外 但你每一個人就說 我得怪不得閒 我先填了方 投票先的 這些是不行的 OK? no 為什麼no 你不用這些常識 還要問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不得閒 相殘 出國 沒有得投票 你知道什麼叫公民責任嗎? OK? 就要付出犧牲 沒有的 一定是這樣做的 如果你認為你不需要 photo ID 可以投票 簡直是不知所謂 OK? 我擔心 但我先說下去 美聯社AP的分析說 民主黨幾乎不可能換人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能 我知道呢 共和黨的Ted Cruz都說 分分鐘會換奧巴馬的夫人 去做這個民主黨的 代表民主黨 去參選四十七屆的 即未來這一屆的總統的大選 我想機會不大 當然先有些人想做一些新聞 大家知道 但我肯定民主黨換人幾乎不大 這個客觀的情況 目前是沒有跡象顯示 拜登有退選的業縣 事實證明 除非他決定讓位 這個事涉及到 民主黨在幕後對他逼供 尤其是他的金主 講白一點就是華爾街集團 植谷集團 深層政府 對他要逼供 那麼拜登才會拜拜 他要退出這個選舉 那麼這個情況 很難會出現的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各州已經結束了 總統大選 總統初選 民主黨規定 除非拜登宣佈退選 否則是即將舉行的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DNC 拜登贏得的黨代表是有異務 是必須要支持他的 因為他各州的初選早已結束了 程序不公義 如果你真的要回復 是不可能的 這支牌已經輸了 今時今日民主黨在唱哀兵 而且民意調查 一面倒向侵 我自己在CNN18 Youtube自己看民意調查結果 71%認為 Who should be the president 不是說你支持誰 不是說你看好誰 是你支持誰 Who should be the president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A Trump Trump 71% 拜登12% 兩個都不認為的 17% 我不知道是否 投給羅伯金荔迪迪 不知道 但起碼兩個都不喜歡 可以 換言之很多 拜登支持者 不想再投票 欺權 廢票 白票 而拜登的支持者 只剩下12% 好了 你說沒那麼傷 我當你double 24% 你都四分之一都沒有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選 好了 你要一時而已 時間丟淡之後 會升回的 拜登做多點會升回的 他會這樣說 但民主黨人海怎樣 一場愛兵 是不是 那你愛兵 又不換人 又換不到人 剛剛講過DNC 8月19日舉行 還有呢 未來不足兩個月時間 你除非召開會議 修改相關的提名規則 但 只要拜登繼續尋求連任 這個情況不可能發生 你修改往後 做新的game rules的決定 不可以retroactive 你不是國安犯 不是串謀罪 不是陳慶偉 不是李雲騰 不是陳仲恆 OK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逼他退選 你說沒有辦法呢 有些是有辦法的 因為拜登始終有傀儡 就是後面的金主傀儡 金主不想要這個傀儡 繼續出選 那就換人 但是換人 你都有程序的 你都有due process的 你process在哪裡 沒有 你已經初選結束 你又要再蓋牌 你重新要在DNC做一個初選 可以嗎 這是一個大問題 前提拜登要退選 拜登退選的話 這件事是大劑的 即是變成民主黨入面 一班極左派 可以向當權派奪權的一件事 而這個是他們的極左派等了很久的一件事 那你再地譜就是拜登會不會退呢 看來很難 一完結了Atlanta的地方 就立即在辯論會場所在的Georgia的 這個亞特蘭大的支持者說 讓我們繼續前進 Let's go Joe 不是Let's go Brandon Let's go Joe 他整天說 Let's go Joe Let's go Joe 是兩個意思 Let's go就是前進 還有 Go away OK 那兩個 Go away 這個完全沒有說 Let's go Joe 表明他沒有打算退選 而拜登競選團隊的發言人 Lauren Hitt 希特 也都明確表示 他當然不會退出 講到這麼實言實恥 看來他退選機會不大 那副總統賀錦麗 我不喜歡賀錦麗這個字 Karmel Harris 哈里斯 就是拜登的競選搭檔 為什麼不用賀錦麗 因為這個字是中共的組織幫他改的 OK 他甘之餘而 但他不代表他 因為拜登退出 而直接成為總統候選人 因為如果 拜登突然決定退選 他都不能下令 由哈里斯去接替的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將會在芝加哥舉行8月19日 但民主黨先前已經宣布 會在現場會議開始前 透過線上方式唱名表決 正式提名拜登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如果拜登決定放棄連任 那麼哈里斯很可能會和其他有意競選的民主黨人競爭 Michigan的州長 Gretchen Whitmer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長 George Shapiro 伊利諾州的州長 J.B. Pritzker 和聯邦眾議員 Rokana 就是這些人 OK 但是看得到 第一 你這樣搞 右派的保守派的人 一定會各地提起訴訟質疑 民主黨的 新總統候選人的合法性 而當然 要去到法院去處理 通常法院都不會介入黨內初選 但這件事肯定不是due process OK 這個是第一件事 接下來 美國總統候選人的首場辯論 大家唇槍竊劍 都不需要我再重複裏面講的什麼 但是肯定更加值得去觀察的一點 就是究竟那群所謂的評論人 anchors commentators 怎樣看 美國右派的新聞網 美國保守派的Newsmax報道 6月27日的辯論中 總統拜登未能消除外界對他電靈的擔憂 反而加深了民主黨內的恐慌 拜登的表現不濟 尤其是聲音生啞和語言無倫次 令支持者感到失望 拜登和78歲的川普都面臨年齡和健康問題 受到質疑 但對拜登的擔憂更加嚴重 在辯論中 拜登在談論醫療改革和稅改時 操辭不清 令觀眾無所適從 剛剛我讀過一段給大家聽 我用中文翻譯給大家聽 讀過一段什麼 都是亂七八糟 CNN的分析師 Andalist John King 民主黨內部正在做激烈的討論 考慮是否應該請拜登退出這個競選 相當嚴重 另一間立場更加自由派的媒體 在MSNBC的評論員Nicoll Wallace 華萊斯和李德Joy Wright 也指出 拜登未能安撫民主黨內的恐慌 反而加深了他們的擔憂 至於右派共和黨人的 例如德州的參議員 Ted Cruz 是否Michelle Obama 就是剛剛說的前提一夫人 可以成為他們的新提名人 他覺得民主黨會放棄拜登 我想機會不大 這個客觀的言本 據報導 這一場辯論 反映出美國政壇的分裂和對立 兩位候選人都試圖透過揭露對方的弱點 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民主黨內部對於拜登的表現深感失望 甚至無絕望 未來幾週內可能會有更多 關於拜登是否能夠繼續參選的討論 但我相信擾弱一輪之後 拜登也會重新去招待他自己 我會認為他會繼續這樣搞下去 當然這樣搞下去 對於美國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們會看美國 因為我覺得一個強大的美國很重要 而我一直都有始終 我一直走來始終如一 不會在這裡左搖右擺 我支持川普 我覺得拜登 這是一個過渡性的角色 而這件事我覺得他對他的執政表現 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那你說台灣 他對台灣有沒有一些好處 有 但我會覺得是延續一直以來抗中的路線 這件路線 尤其對於中國的關稅 不廢除 因為太多錢 就是川普在辯論 太多錢 所以他不想 就是太多錢給美國 所以美國沒有這樣的意願 要廢除這個關稅 但事實上 你說拜登是否完全 對台灣不好 也不是這樣的 但我們只是說 在事實的情況下 川普一定是會比拜登 扮演更加有利的角色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左派很多媒體 不斷吹嘴一件事 就是說 尋求連任的拜登 和東山在一起的川普 帶來一場令到美國盟邦搖頭嘆氣的辯論 普遍認為拜登的表現猶疑不決 接下來了的選戰恐怕不要打 川普的氣勢如紅 一貫的美國優先立場 就是America first 那當然是美國優先 難道中國優先 難道香港優先 當然美國優先 據說美國總統要搞清楚 令到盟友擔心同盟關係出現了裂縫 尤其是面對中國威脅的亞洲國家 《紐約時報》指出 在一場辯論會中 其實《紐約時報》 中國控制了很多事情 在這場辯論會上 拜登告訴川普 美國是全世界羨慕的國家 但美國和亞洲的盟友都不敢苟同 這是拜登自吹自擂 每個國家都要謙虛面對自己的問題 而不是不斷地全世界羨慕的國家 用這個方式來講 講到自己很巴之閉 但事實上是否真的這樣呢 在拜登的治下 open borders critical race theory 即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教育 甚至你看到各地的通脹搶劫的情況嚴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大家都願意樂見這樣的情況呢 我講這件事代表 諾山堅、紐約到處都是搶劫 當然不是這樣 但嚴重了 這是客觀的事實 我看看這些國家的反應 這些國家的反應我覺得很幼稚 尤其是給一些建制派 一班深層政府 華爾街集團 和拜登政府的一些美國團隊 基本上帶著風向走 就覺得整件事 就覺得特朗普執政 會帶來更高的不確定性 我會覺得這件事很狂愚 它不是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執政更加確定 你們各國都要付錢去買美國的資金 GDP300%不是給我 給你自己國家的國防預算 部分撥來買美軍軍備也行 你喜歡買法國環影戰機也行 總之你國防預算300% 你要help yourself 真是付錢出來 不要跟我口味實不至 為什麼特朗普執政的時候 當政各國那麼多會在口面 因為他們各個不付錢 是賣皮的嘛 韓國、日本 就算包括台灣在內 都在賣皮的嘛 你歐洲那麼多國家 又賣皮的嘛 那些不賣皮的那些 那些不賣脹那些 波羅的海三國 波蘭、捷克 支持美國非常清楚 正因為這麼清晰的一件事 喂 今時今日 是不是 以3000億計的美金 去支援烏克蘭戰爭 但是歐洲呢 整個歐洲當然是 1000億 是三對一 沃蘭是較近歐洲的 歐洲不付錢 美國付大錢 歐洲會付一元 美國付三元 結論是歐洲1000億 美國3000億美金 喂 這些是消錢遊戲來的 3000億分回給美國公民 每個人都拿到很多錢 這場戰爭 是不是一個不義的戰爭 是 一開始不應該打 為什麼打 因為倉皇離開阿富汗的拜登 先設軍隊 後設平民 怕人來打你 哪裏有人先離開軍隊 之後呢 軍備留在那地方 問幼稚園的小學雞的都懂 是不是 拜登 很多東西 擺出來 擺明有問題 拜登還在辯論中大言不慘 說一堆的退五軍人很支持他 全國很多警察很支持他 這件事真是BS到BS 你基本上做個調查 這個是謊言中的謊言 為什麼那些左派媒體一個二個不抓這些方件來打呢 我不是就是說 整班人 我就是說 整班的媒體 根本上是拜登的禁斷 後面這個深層政府一起主控這個 一個快樂 一些媒體去處理問題 還是相當滿意 拜登說給特朗普 美國全世界最羨慕的國家 但美國在亞洲的盟友都不敢苟同 前新加坡駐美大使陳慶芝表示 和先前的總統辯論相比 這次辯論的品質有所下降 這個下降不是因為特朗普 而是因為拜登 拜登脫節的表現 和特朗普大有攻擊性和與事實不符的言論 他如何與事實不符呢 而辯論當然有攻擊性 當然有防禦性 是嗎 攻擊性不是問題 是有沒有以事實不符的言論 而事實不符在哪個地方 tell me 在哪個地方 26個嘛 你做一做的時候我跟他討論 是嗎 他說呢 令到依賴美國 我都沒有這件事 令到依賴美國作為合作夥伴的人感到不安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看視覺效果 事實已經不重要 這些所謂的 虛無主義相對主義禍氣泥 各打五十大版的做法 陳慶哲你收屁了你 在日本和韓國分析家發現政治方向轉向侵侵 首爾慶南大學遠東研究所的教授李炳哲表示 這次辯論顯然對特朗普是特朗普的勝利 亦是對拜登致命的一擊 特朗普看起來很健康 拜登好像一位年老結巴難溝通的祖父 我們必須為特朗普第二任做好準備 這是正確的說法 Prepare get ready 即特朗普會再當政 現在當政可能四年交四年八年時間 東京上次大學政治學者中夜訪一就說 日本政策制定者正在想 好吧有可能是侵侵當選 我們必須盡可能鞏固制度聯繫 這樣他就無法擅自撤銷 我用一個合理的評論 就是為日本的利益 要希望和美國鞏固制度上的承諾 和做好秘密的溝通 所以麻生太郎和親心見面有這樣的用意 即現任的政府 大家知道現任的首相 他基本上是和拜登對著的 但是麻生派和自民黨裡面的麻生派 亦都和親心接觸 雖一軟一眼一左一右 這是日本做外交非常成功的一點 亞洲盟友最迫切的擔憂之一 就是侵侵可能會加劇 對和中國不斷擴大緊張關係 或者破壞這個地區的脆弱穩定 菲律賓德拉薩大學國際研究學者 Don McLean Gill表示 如果侵侵目性 美國很可能會採取一項目的再提升 美國是印太地區影響力 以對抗中國的戰略 但優先考慮美國主導地位 不一定是同盟和夥伴關係網 那麼說各位 當然美國主導 到今天也是 同盟和夥伴關係網 就是你們付錢的 不是同盟和夥伴關係 你們不付錢的 是想自由駕駛 全部想做搭便車的人 當然沒有 侵侵身為交易型的領袖 人家可能擔心 可能會放棄美國的關鍵承諾 例如台灣 其實不會 我想這位菲律賓的學者很奇怪 是不會 是不會 台灣就付錢 付錢買平安 而且付錢當中提出更多的要求 付更多的錢買更多的承諾 何樂而不為 是不是 前泰國外交部長 如果我做總統 我當然不會這麼說 但我作為評論人 我當然會這麼說 OK 這個是應該要好好考慮的事情 前泰國外交部長 Casit P. Romer 也對美國的現況感嘆不熱 東南亞國家現在有責任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圓景 不能夠等侵侵來做壞事 這個泰國的外交部長 你收皮 你怎麼做壞事 你總之就付錢 不付錢 信納便車 你收皮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 莊家榮指出各國政策制定者 希望美國明確堅定穩定 而且一個搖擺不定 軟弱不堅定的候選人 和反覆無常前後矛盾的人 一樣令人不安 這個是為盟友管理和美國的關係 帶來新的問題 這些都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些垃圾的說法 中國的上海國際關係學者沈丁立就說 這場辯論只會強化中國政府長期議題的觀點 就是無論下任美國總統是誰 美國對中國政策只會變得更強硬 即使民主黨派出一位更年輕的候選人 他們會將中國視為長期的戰略威脅 相信中國領導層不會抱抱任何的幻想 這就是中國一直的論調 但他一直在很多環節裡 對於拜登基本上欺負他 玩他 滲透美國 現在已經侵侵自下 這個情況 就肯定會有更好的控制 而我認為這件事 是我鼓勵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是吧 另外一個新聞和大家講的 就是關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幾個小時前的一種消息 就是聯邦最高法院 就是對於2020年1月6日所謂國會山莊的衝擊案 當中做出一個所謂的裁決 這個裁決不是跟特朗普有關的 是跟Joseph Fisher有關 那是涉及到 這個人是其中1月6日眾多被告之一 上百名被告之一 那就是 這個是一個前警察 美國警察 也都希望去 就是對於 這個衝擊這個國會山莊的這個案件 是有這個勝訴 就是對他來說有勝訴判決 是一個無罪的判決 6比3 就是基本上保守派的 右派的法官 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是全部支持 是判決Joseph Fisher 基本上他的 charge 是應該要發出的 即是說 這位前警官 是希望 撤除 關於 這個衝擊國會山莊的一個控罪 其中的重點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 因為他是被控 他是在妨礙一個 即是 一個官方的程序 去防止國會 即是他基本上是在支持 一個行動 去防止國會 去認證 Joe Biden當選 46任總統 那這件事的話 就是覺得他這樣防止官方的 proceeding是不行的 那麼 控方 Attorney General 就是這個總檢察長 基本上就是對準 這個Joseph Fisher 指控說 你妨礙 你這麼多人 八個人 衝擊國會山莊 就是妨礙 國會認證 這個 Joe Biden當選總統 這個就是本身的大罪 那這件事的判決呢 雖然他的被告不是Trump 但肯定會影響到 數以百計的 1月6日的所謂的riotist 所謂的衝擊者 我認為公民抗命日 以及這個 侵侵的官司 雖然實際的官司 未得預料 因為今時今日這個最高法院 是法還重審 他不是直接宣判無罪 我說錯了 不是宣判無罪 是將他法還下級法院重審 而這個最高法院 起碼來一個正式的規則 這個正式規則重要了 就是說 控方根據的法律 是一個2002年的法律 其中是Savans Osney Act 本身關於Enron 這個會計的醜聞裡面 一個重要的條文 基本上 這個條文只是限於 你基本上是叫做 毀滅證據 而不是涉及到其他情況 當你毀滅證據的 這個情況出現 毀滅證據 就是代表你要消除證據本身 或者證據的Integrity 這樣的情況之下 才可能起訴 而今時你沒有 你基本上是阻止去投票 或者衝入山莊 這個情況下 不是做這件事 除非有部分的一些 當日的人士 進到一些房間裡 去銷毀文件 這些情況下 這就令人更令人 但是那些極少數 絕大部分都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一位 Joseph Fisher 也都沒有參與到這件事 所以這個被控的情況 不應該適用這個法律 最高法院 就將這個案件 發回到下級的法院 再去重審 看看這個司法部 即控方 會不會繼續去控告Fisher 因為如果設定一條這樣的線 基本上Fisher 沒有任何行為 毀壞證據 Temper Evidence 的情況下 控方應該不可以再 proceed這些地方 要撤回這個起訴 所以這是新的法律解釋 這個控罪一定扣緊著 對於證據的 煙滅 毀滅 如果沒有的話 不好意思不行 所以我會發覺到 這個地方極度有利於Trump 雖然Trump的案件 沒有drop過charges 都現在都沒有開始審理 但是聯邦最高法院的 這麼大的一個解釋 是連動到 除了Fisher這個人之外 其他一百多名的 當時的所謂 被稱為暴徒的抗爭者 和這個川普 基本上都是得蒙其利的 Attorney General Merrick Garland 就認為 他是非常失望 那麼他會覺得 對於司法部 對於1月6號 案件 眾多案件的控罪 是會形成影響的 OK 他說呢 就不會全面受影響 但肯定會一定的影響 那麼他說呢 這個ruling 這個法院的判決 是限制了聯邦法律的一個重要的適用範圍 那麼也會有 一些有關的影響會出現 OK 那麼這個問題就是 1818 U.S. Code 1512 1512 1512 18 U.S. Code 1512 其實最重的可以判到20年監的 OK 那麼 他就說 有沒有Defendant 有沒有 用英文來講 impaired the availability or integrity for use in an official proceeding of records documents objects or other things used in the proceeding 就是說 對於一個 在一個 已經正式的程序裡面 你是影響到 對於紀錄 文件 物品 的一些 存在與否 或者它的公正性的一種 使用公正性的一種損害 那麼這個情況才可以做到 這個是Justice Roberts 這個聯邦最高溫的大法官所寫的 判決書的主文 是這樣寫的 OK 那麼這件事的話當然 是特朗普的一個勝利 OK 換言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Georgia的案件現在也是各自一邊 所以我覺得特朗普現在開始佔入街景 佔入街景 當然很多的細節在未來幾天會不會有新的變化 很多人會強硬要twist回頭 不知道 但是這個佔入街景的情況 某程度上我會比較審慎樂觀 即是我會覺得現在的情況是重要 各項的民意 就算CNN做的民意調查 都顯示接近七成的人支持特朗普做總統 我想過多幾天 等更多的民意調查結果出路 你網上的youtube 發現很多綜合各國民意調查做的顯示 我相信有很多的swing state 有些原先不是swing state的state 都會變成swing state 例如維吉尼亞 其實維吉尼亞已經變成swing state 即納馬達、亞利桑那、威斯康辛、米奇根、米尼索塔 以及以前說的Georgia 其實說到尾 還有一個Pennsylvania 七個 現在可能第八個就是維吉尼亞 我看回所有的民意調查顯示 剛剛這八個 剛剛數過這八個州 基本上起碼六個州 在未發生這個六月二十七日的辯論之前 都是穩定地連續幾個月這樣 由特朗普佔優勢 是兩個州比較toss up 即是說比較緊張一點 一個Minnesota 就是在北邊的州 另外亦都會在維吉尼亞 維吉尼亞就是差不多 經過這一次六月二十七日之後 這兩個搖擺州 這個swing state 都可能變紅 一變紅 這個遊戲已經完結了 基本上就是特朗普總統 可能被拜登拿到的選舉人票數 是差不多一半至一倍的情況下 即是三百幾對二百幾 甚至接近四百的數目 去當選第四十七屆的美國總統 這個機會是極大的 那你說我不是覺得特朗普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呢 我都說未必的 他對於以前Descentes的一些追擊 對於Nicky Hailey曾經有過的一些追擊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沒有必要的 即是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有容乃大 但是他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他要贏 他顯示出他的信心出來 你展現出你的信心 你就會贏 即是他從小到大都有這樣的意志 他講起是有時誇張一點 OK 我不會否認 即是明明是一他講到二 明明是二的講到四 OK 這些會有 你站在一個新聞人的角度 覺得你說假話 但我要覺得從一個政治觀點來看 第一他的理念是保守主義的理念 他的理念是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 Jacksonism 傑克遜 這個是美國第七任總統 基本上一個教條 一個信條 和基督宗教也很有關係 那你說他是壞人 他是法西斯 他是納水 他就希望做獨裁者 這些就是不斷在很多大學的教堂 這些左派教師不斷吹去的一件事 特朗普如何是獨裁者呢 如果特朗普是獨裁者 他早已取締了Twitter 取締了Facebook 取締了這些東西 抓了他們 送上去那個監獄 就像國安法指令法官一個人這樣審 是嗎 是特朗普沒有這樣的機會 特朗普做了四年總統 沒有這樣的機會 他哪件事是違憲亂政呢 1月6日的這件事 根本上我覺得是美國版的公民抗命 美國版的雨傘運動 美國版的反送中 美國版的用一種違法的方式 來對抗不義 而承受結果始終有人死了 而特朗普根本上不是鼓吹者 我舉個例子 9月28日 2010年前 2014年 這個雨傘運動的爆發 你們將所有責任推給戴耀廷一樣 928之所以爆發 和梁振英社幾十顆催淚彈有關 和大家一起在 戴耀廷一喊咪咪說 大家要上啊 沒有人來他走啊 之後回來 不是響應戴耀廷的號召啊 是為什麼呢 我們覺得民氣一定要聚集 我們要獨立自己做事 跟著承受催淚彈 跟著有佔領行動 這跟戴耀廷的催去無關 後來戴耀廷 問陳建民是想撤的 而那些人不想撤 你想想這個情況就是香港 特朗普基本上的情況就是這樣的角色 就是說他所做的就是 他覺得對於這個選舉的 Rick的選舉是不滿 這個選舉好都值得質疑的地方 到今天我都這樣認為 拜登曲線 是不是 為什麼會睡醒前一個數 睡醒後另一個數 如果突然飆升 所有一箱箱的郵寄選票 差不多全部都投拜登的 你說真的 你說服我 要接受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難度 Why substantially all ballots are for Biden 你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原因 是不是 那你說不出這個原因的話 是一個大問題 至少這個合理的懷疑 跟著有些人說 你合理懷疑的話 你就一定有問題 你不准說 說他們犯法 沒有法治 做什麼律師 沒有人權 垃圾 雙重標準 你帶你去這個地方 其實最雙重標準就是這幫人 就是罵我的這幫人 你想一想 照我的鏡子 就是我覺得是這件事 今時今日就是說 你有多少分證據說 多少分話 你要講到 特朗普鼓勵別人去衝進去 你說不到 連拜登都說是一個 omission的問題 不是act的問題 不是你的speech的問題 omission是說什麼 拜登沒有阻止那幫人去衝進去 擺明有 你有沒有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 這件事在 特朗普當時自發之後 已經說出來了 這個時間上有落差 你真的要這樣算法 這樣就不能算 我只是這樣說 這個公民抗命的行動 特朗普是深深同情這幫人 但依然認為這件事 可能要違法承受後果 這件事未必是一件 它是處心積累 有所謂conspiracy 串謀的一件事 沒有這件事 沒有串謀指揮 如果他們因為精神 敢照要這樣做的話 那不好意思 這不是法律的問題 是你自己想入非非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件事 大家要搞清楚 究竟來龍起碼是怎樣 去到時至今日 這宗案件很快會 蓋棺定論 因為我相信這四大刑案 慢慢會出現更好的跡象 當然Stormy Daniels這宗案件 會不會法官去判刑 社會監禁 即是叫他居家隔離 或者叫他罰款 這些東西 Let's see 很快會判 然後我會認為 慢慢慢慢 很多的事情會慢慢再出現 去處理有關的問題 我們繼續看 希望大家都能夠 繼續關注這個有關的事情 我們希望 在九月 ABC的第二場總統選舉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析有關的報道 希望知道 美國 我始終覺得 美利堅世紀 在我的有生之年 都不會完 OK 至少 他堅持自由民主的陣容 是值得很多人去考發 而香港 未來 光復的希望 是取決於 美中關係根本性的改變 和中國本身根本性的改變 而這兩件事出現的時候 香港未來才會 逐漸有機會 走上一條道路 準備好 等運到 光明 始終會到來 繼續努力 下次再見